歡迎收看懸之又懸占星數的頻道 我是蔡薩安姆桑 通常我們都會在媒體上看到12個星座的能量是哪些 或者是12個星座的運勢是哪些 但好像沒有一個星座專家有提到說 我們生活中的哪些情況是充斥著這個12個星座的能量 那麼今天我將成為第一位星座小老師來為大家分析一下 今天第七集我們來探討一下 我們的生活中哪些情況以及哪些部分呢 是出現了白羊座跟雞牛座的能量 那進入主題之前記得先按讚開啟小鈴鐺 在留言區寫下你還發現到哪些情況呢 是展現出了白羊座跟雞牛座的 12個星座的能量其實都不斷的出現在我們生活中 並且都是跟我們人類是有相關聯的 那我們先來分析第一個星座白羊座 白羊座的能量大家都知道都是由戰神統治的以及代表的 因此呢白羊座的能量就是打仗 勇士 不顧一切的往前衝 爭取第一名之類等等的 這些都是勇士跟戰士的象徵 那由於能量是沒有物體的 它只有情緒能量而已 但是透過地球的物質化呢 人類可以把這些能量給實質的情況給展現出來 因此呢在我們生活中可以真實的看到白羊座的能量 那白羊座的能量的工作類別就是 軍人消防員警察武警部隊 這幾個工作類型唯一的共通點就是 往前衝 像是軍人往前衝的殺敵人 那消防員呢就是往前衝的救人 那警察呢跟武警部隊呢就是往前衝的抓賊 以及另一個共通點就是隨時保持戰鬥跟備戰的 生活上的形式狀態的白羊座呢就是 任何關係到比賽跟對抗類型的方式呢 都是屬於白羊座的 所以也包含了比賽型的節目 闖關型的節目 甚至學校的考試排名制度 這些都是屬於白羊座能量的表現 因為這些形式呢都可以看見到 往前衝去爭取第一名 以及大量的消耗體力啊 競爭啊 甚至還有開發跟開創的 那白羊座也是有關於開發跟創造的這個能力 不要忘記 為何蛇星座的第一個星座是白羊座 因為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開發跟創造 地球上的任何一切 如果不懂我在講什麼的話 請看我的影片太陽白羊座 最後當然還有大家最喜歡的運動項目就是床上運動 床上的雙人運動呢也是白羊座所統治的 想知道你伴侶床上功夫好不好呢 就是看火星落在哪個星座來決定的 所以說12星座真的跟我們人類完全無關嗎 再來呢我們來分析金牛座的情況 一般的星座專家呢會把金牛座解釋為 溫馴、艾美的、黃曼的 但實際上呢金牛座的主要能量是 擁有權者 這個意思就是金牛座呢會把任何一切的人、事、物 都當成財產的模式來擁有的以及對待的 以及呢它就是雇主的型態來對待大家的 我們可以從中西方古代歷史中可以看到 一些有錢人家或者貴族呢會擁有一大片的土地跟農地 然後呢會僱用很多人呢來工作 並且讓工人或者是傭人呢住在雇主家 而這些工作者呢就是屬於雇主的物品 而這樣的行為呢就是金牛座的擁有權者的能量 通常呢金牛座會用錢來綁住對方的自由 讓對方呢留在自己身邊 而這樣的方式呢可以讓金牛座的人感覺到被愛的 金牛座呢是屬於土象星座 而土象呢是跟土地、大地有相關聯的 以及還有一步一腳印啊完成任務的能量 那由於呢是跟大地跟土地有關 因此呢出現了農業、種田、菜園 然後延伸出的美食跟食譜 那當然還有樹木跟森林、田園、花園等等的 只要在這些項目裡工作的都是屬於金牛座的工作類型 但是呢僅限於園丁的類別 而不是什麼森林研究員或是植物研究員的 因為這是屬於下一個等級的土象星座類別的工作 另外呢金牛座是愛美的 那結合了農業跟花園的類別的情況下呢 延伸出了更多的工作類別 像是美食專家啦、美酒師、品酒師等等的 那金牛座呢也管理著金錢 所以美國的華爾街上才會出現一頭金牛的雕像 這是表示錢是由他統治的 我是學保加利亞占星數的第一位華人蔡珊姆 我將帶給更多智慧持續關注我 下次見掰 拜拜